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 早安 我是蜜干 歡迎回到科技小電報 我們來聊聊一週大事 話說 這禮拜 我好像回高雄出差的時候感冒了 整個人有點 沉沉 怎麼回是回南部曬太陽然後感冒呢 好小喔 就是這一禮 天氣多變化 也要多保重 我們先來開一台電動車 小米在2021年宣布要進軍電動車市場 經過兩年的研發 這禮拜就有官方登記的資料出來啦 大家當然第一時間就是看外觀嘛 我看到大家在喊說 這是Tesla加Pusha 我就吵 我也覺得很像 看資料應該是至少有兩款 因為車身上面就寫SU-7SU-7MAX 然後其中一款它的最高車速可以到211 另外一款最高車速到265耶 很快耶 就可以想像小米他們要推出的第一台電動車走的是 性能路線 不是性價比路線 好那價格換算成台幣呢 就是至少要130萬起跳 終於有一款小品產品 是需要看價價錢才能買的喔 開玩笑 再來多看幾張照片 你看它車身後面寫一個SHOW ME 這個呢就是現在車界 最流行的風格 玩樂家的識別都改成這樣 我是覺得蠻好看的啦 然後也有很多東西可以選配 比如說你可以寫一個 Founder Edition 創始版 或是你可以配電窗 然後配ETC 配LIDAR等等 看到車身上那個MI 就是真的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 因為我最近也在做電動車相關的內容嘛 就一手科技線一手車線兩邊 越來越有融合的感覺 那我們家Sony寶寶 2025年也會有電動車喔 加油 我是指 我的荷包 加油 下一個新聞 Google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 那我們平常不是正常在Google搜尋東西 然後就會搜尋結果 然後就會搜尋結果 這樣跑出來嗎 這時候 如果你可以看到別人 對這些搜尋結果下的註解或評價 是不是很狂 比如我搜尋世界的倉鼠 我就會看到第三個搜尋結果 有數有助記說 喔這篇文章太讚啦 裡面都是馬鈴薩倉鼠 或者是第五個搜尋結果 就會有書有的下面註記說 喔這個是詐騙連結假新聞 是不是稍微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混亂又美好的情況 這個是Google正在實驗中的功能 當然你也可以主動申請加入這個計畫 那當然就有英文版 然後也就在美國的很少數國家 就是先開始使用 看看搞不好的狀況真的很混亂 就刪掉了 好我喜歡Google這種實驗精神 最後來看一下其他新玩具們 Galaxy S24 模型機曝光囉 也差不多該來啦 這個冬天應該就會看到實機 還有OPPO Reno 11 出來了 喔又出現了一種全新的鏡頭排列組合方式 但還好我喜歡亮晶晶的東西 所以那個寶石風格的機身 我就先放在心上啦 再來你有看到嗎 為了宣傳新電影 旺卡 對就是巧克力冒險工廠 威力旺卡的那個旺卡 微軟推出了巧克力造型的插BOX 還有可使用的巧克力搖桿 天啊超可愛的 紫送不賣 微軟真的很多吃糖 我喜歡 最後呢我們家情子應該帶著最新發表的 VIVO X100系列手機回來啦 這次的手機呢有一個稱號叫做 攝日手機 平常我自己是不太會把鏡頭就直接對著太陽光照啦 因為呢雖然機會非常小 但還是有一點點可能會損害到你們的感光元件 所以這一次VIVO很猛欸 去Short看一下就是有親子的攝影作品唷 好啦那這裡擺的科技小禮包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支影片 大家 我是米安 掰掰 掰掰